这是2015年8月的一个晚上 安徽省复阳市的近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 一辆电动车在行驶途中被一辆小车车追尾了 电动车上的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分手重伤 接到报案交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并且在第一时间见到了报案人 当时我喊他的时候人还动了 然后我又过来看了一辆小孩 我叫小孩的名字 我那手可疼 那家手疼 我手疼别动 我医生等一下就来了 据这位报案人卢先生说 被撞的两个人他都认识 大人叫尹娇娇 孩子是尹娇娇的女儿 今年才七岁 卢先生说他赶到现场的时候 尹娇娇下意识还能动 但当救护车赶到的时候 尹娇娇已经停止呼吸了 尹娇娇的女儿再被送到医院紧急抢救 这么一场严重的交通事故 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警察注意到赵氏的是一辆深灰色的小轿车 撞人之后赵氏司机就把这辆车扔下 自己逃离了现场 晚上警察就沿着这辆车的车牌号展开了调查 可随着调查的深入 警察却发现这场悲剧背后的真相绝不简单 怎么呢 我们先说这辆车的车牌号 那么这辆车呢 是瓜哥的一个小汽车租领公司 这辆车是租的 那么又是谁租的这辆车呢 很快警察就找到了这辆汽车租领公司的负责人 卫先生 据卫先生回忆的这辆车应该是三年前 被一个姓月的女子租走的 说是去外地出差要用 马上按照租领公司提供的驾驶证信息 警察呢就找到了这个叫小月的女子 可是一番接触之后 警察却感觉到这事情不太对了 他本人呢 也长期就让他开了一辆宝马开轿车 那个这个他本人自己有车 小月自个儿是有车的 而且他也没有做案时间 而当警察把那份写着他的名字 用来租车的这个驾驶证给他看的时候 小月更是大吃一惊 他的这个驾照信息被人给套用了 事情蹊跷 有人伪造了小月的驾驶证 租来了这辆车 调查进行到这儿的线索中断了 而在这个时候 受害人尹娇娇的战俘无信件的 来到交警队 递交了尹娇娇的相关材料 同时呢也接受了警方的询问 吴信件说他也不知道这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那天呢 他在另外一个地方 货车的前轮没气了 开不了了 就打电话 让妻子尹娇娇呢 来接他回家 尹娇娇也答应了 可是通完电话之后 过了很久 妻子还是没有来 吴信件有些着急 于是他再次拨打了尹娇娇的电话 然后我就给师傅打电话 我问他到达了 没人接 我应该爸打电话 他把人家住过了 然后结果又打一遍电话 一个男的接了 叫你师傅叫车碰了 然后我就慌了床脑跑 吴信件说 当他急忙赶到事故现场的时候 妻子还有知觉 谁想到最后呢 却没能救回来 这一天呢 由于急着去医院照顾女儿 吴信件并没有说太多 而从尹娇娇的这个其他家人那里 警察也试着询问了一下 这个人呢 是尹娇娇的母亲 女儿出事之后 她还一直没有从悲痛当中走出来 尹娇娇的母亲说呀 那些天里头多亏了女婿 无心念成天 安慰她 才让她心里好受一点 对了 说到女婿 尹娇娇的母亲说 女儿尹娇娇是2007年 嫁给的吴信件 婚后呢 尹娇娇生了一双儿女 一家人挺和谐的 因此这次尹娇娇突然离去 吴家人特别是女婿 吴信件 他们受的这个打击啊 也很大 对于尹娇娇的去世 家人们都很痛心 而对于这场车祸本身呢 他们也给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不过这个时候呢 在之前提到的那家租车公司 警察呢又有了新的收获 据介绍 那个冒用了小月驾照的租车人 曾经留下过一个电话号码 警察呢 立刻就去调查了这个号码的开户信息 结果显示号码的主人呢 是一名姓五的女子 随即我们对吴某进行了案发 秘密调查嘛 发现吴某在案发当天并不在抚养 也就是说吴某并没有作案时间 身份信息也是冒用的 不仅如此 警察还发现这个可疑的省级号码 他竟然是租车人跑去租车的当天早上 才办理的 才用许家的证明来组车 采取许家的省级证明去办理手机号码 显然这个组车人 真正的组车的目的 可不是为了出车 显然是为了其他的某种事情 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租车人的身份似乎被进行了重重包装 既然刻意伪装 那就一定存在某种目的 难道 难道这个车祸不是意外 就在这个时候警察又想到了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呢 汽车的GPS定位系统 一般租赢公司的这个汽车上都会安装这套系统 有了这套系统就能够知道这辆车曾经去过哪里 就是打开了GPS定位系统 发现自8月1日出车以来 这个车辆一直没有远处 自检车之日期 始终在四五路段前后排华 为一个比较远的 就是交车当天 再开发就磨了一圈 磨了一圈 总图在甲油站停了一下 可能甲油 然后七次 就再也没有离开了那四八路段 嫌疑人都用这辆车的目的 怎么越看越像是为了等待一场事故的发生呢